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来保护牧主人的安全 它双眼圆针 它吐出舌头 它不是青铜 是温暖的木头 木头上涂画鲜红的七色 形成抽象纹路 四只麋鹿角向外生长 预示生命的开始 这些装饰都在暗示着这件人物 产生于湿地气候的地区 诞生在楚国的大地 楚意为树丛 荆棘 楚人生活在沼泽地区 他们制作的艺术品带来浓厚的自然气息 像风 像鸟 像云 没有固定的形态 是中国人血液中最自由的部分 如今 楚人的形象定格在一张窄窄的木片 定格在天地之间的角落 主人驾着马车 经过一棵柳树 三个人兴冲冲地跑在前边 由于并没有采用透视画法 人物像是悬浮在半空 两只大雁飞过头顶 三个人向上望去 似乎在交换着对天气的看法 黄狗追野猪 借着春天的响动 亲密的朋友躲在树下 说着悄悄话 小心 有人在听呢 从出土文物中 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 楚人的自由气质 它轻快地存在过 存在于略显沉重的文明之中 马王堆器官 西汉初年 三百多只精灵盘坐云端 它拨开云雾 端坐天际 露出婴儿的微笑 另一只精灵张弓搭剑 瞄准远处 它紧紧抓住生腾的气流 左手向上托起 捧起云垛 这只做出体操般的动作 在云层间游动 云端上 一只孤独的精灵 吹奏着思念的歌曲 远远地 它弹琴回应 在古典时代 一个地区的气候 往往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所以 我们才可以在楚人的艺术中 看到丰富的自然形象 一呼一息间 镇木兽已存在两千年 以木头和动物的角质 对抗时间的消失 依然完好 与天空并肩 和星辰同行 国宝流言持续更新 请注意查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